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列王纪上 15章1到8节 我们知道北国耶罗伯安做王22年 我们前面都有看过 那耶罗伯安跟南国犹大 罗伯安是一同做王的 罗伯安他做王17年 所以在第18年的时候 是罗伯安的儿子亚比扬做王 在第一节说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18年 亚比扬登基做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是很短的王 他母亲名叫马家 是亚撒龙的女儿 根据这个历代字 应当是亚撒龙的外孙女 这个女儿也可以翻译做孙女后代 亚撒龙很可能就是大卫的儿子了 亚比扬行他父亲 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 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 层层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然而耶和华他的神 因大卫的缘故 人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 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 建立耶路撒冷 这里在讲的是 人不断地被约 而上帝不断地守约 上帝的守约 施慈爱 坚立王位 人浑然不值 也就是说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也常常在这种上帝的护理 保护 祝福底下 上帝所斥的恩典底下 浑然不值 我们不知道回头感恩 我们还是偏行几路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里亚那件事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确实人都有污点 可是呢 大卫很快地 很彻底地悔改 罗伯安在世的日子 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这个是在14章的30节写到的 我们昨天就有提到 在12章22到24节的时候 先知提醒他们 不可以打仗 因为他们是弟兄 都是雅各的后裔 你们本来应该一起的 你们不应该打仗 纵使分作两个王治理 你们也不应该打仗 可没想到呢 已经打起来了 只是很特别的 这里在讲的是谁 是雅比央啊 为什么突然又记载第六节 罗伯安在世的日子 常与耶罗伯安征战呢 原来是后面 雅比央其遇的是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雅比央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雅比央与他列祖同岁 葬在大卫的城里 他儿子雅撒 接与他主王 为什么要写第六节 因为罗伯安违背先知的命令 去和耶罗伯安征战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雅比央要继续与耶罗伯安征战 这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上一代的仇恨 因为他们打起来了 打仗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两边都有伤亡 都有损失 彼此的仇恨越发的加征 敌意越发的加征 对不对 那没想到 罗伯安死了 罗伯安在跟耶罗伯安打仗的时候 他肯定没有想要 把这个战争 延续给他的后代 他从来不会想说 我打完仗 我就是要让我的孩子 这一生继续打仗 打仗是非常劳民伤财 而且是一直活在各样的仇恨里面 北国跟南国彼此内耗 百姓有很多的哀伤痛苦和眼泪 大批大批的资源 在战争当中失去 罗伯安去攻打耶罗伯安的时候 他没有想要害他的儿子 可是他确实留下了战争 和仇恨给下一代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那个提醒是 我们的一生 到底正在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孩子 罗伯安他没有意识到 他留下的是 这个长久的战争 战乱给他的孩子 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有一些 是我们不经意而正在 留给我们下一代 甚至世世代代的 当然我们的孩子子孙 他们要有智慧 他们也有责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可是我们做上一代的 我们必须留意谨慎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选择祝福 留下敬虔的榜样 我们也可以留下伤害 列王纪上亚比亚的故事 在这里比较短 但是我们也可以参考 历代之下13章的补充 我们不会全部看 我们大概看一下 其实这个亚比亚 在历代之下叫做亚比亚 耶路巴安王18年 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 这个我们知道 他母亲名叫米盖亚 是基比亚人乌猎的女儿 也就是说亚沙龙的女儿 他嫁给基比亚人乌猎 生下的女儿叫做马家 所以马家是亚沙龙的外孙女 比较对 亚比亚常与耶路巴安征战 有一次 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 40万百镇 都是勇敢的战士 耶路巴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 80万对亚比亚百镇 双方军力相差一倍 那留意 亚比亚这时候说什么 亚比亚站在以法连三地中的 喜马连山上说 耶路巴安和以色列众人 要听我说 耶路巴安以色列的神成立言约 言约就是不会毁坏的约 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就说这件事情 大卫制约这件事情 是十二个支派都知道的 无奈大卫儿子 所罗门的臣仆 尼巴儿子 耶路巴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 有些无奈的匪徒聚集跟从他 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 那时罗伯安还诱弱 不能抵挡他们 现在你们有意抗拒 大卫子孙手下 所治耶和华的国 你们的人也甚多 你们那里又有耶路巴安 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毒 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 亚伦的后裔和立位人吗 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 为自己立祭司吗 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毒 七只公民羊 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可作虚无之神的祭司 是用买的 至于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都是亚伦的后裔 并有立位人各尽其职 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帆祭 烧美香 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成色饼 又有金灯台和灯盏 每晚点起 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 我们神的命 唯有你们离弃了他 率领我们的是神 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 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 以色列人啊 不要与耶和华 你们列主的神征战 因你们必不能恒同 他讲的对不对 是对的 所以这个亚比亚 或者亚比亚 他是完全知道 这位上帝 怎么带领他 怎么祝福他 他其实有看见 他今天做王 跟大卫之约 跟上帝的恩典联名有关 那结果这场战役怎么样 就上帝使他们得胜 时间的缘故 我们从十八节念 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 犹大人得胜 是因 依靠耶和华 他们列主的神 亚比亚追赶耶罗伯安 攻取了他的几座城 就是伯特利 和属伯特利的镇士 伯特利当时 他射了金流毒 对不对 还有几个城镇 二十节 亚比亚在世的时候 耶罗伯安不能再强胜 耶和华攻击他 他就死了 所以亚比亚在世的时候 他是大大胜过耶罗伯安的 在亚比亚做王的起先 亚比亚做王多久呢 三年 他起先是大大战胜北国的 虽然病例少人家一半 可是仍然大大得胜 结果呢 二十一节 亚比亚却渐渐强盛 然后呢 娶妻妾十四个 生了二十二个 儿子十六个女儿 在列王纪 是一个摘要 他很快地说 亚比亚行他父亲 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 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 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而在历代字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亚比亚 他这么样勇敢地 依靠神 然后大大得胜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在二十一节 也就是说 亚比亚起先的时候 刚刚做王 他依靠神 面对困难 面对耶路不安的大军 他依靠神 上帝带领他得胜 上帝也纪念他敬前的心 可是当他强胜的时候 很快 马上又离弃神 马上又去拜偶像 每一个王都是这样 所以我才说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幸免 最终这个王 作者给他下的标语是什么 亚比亚行他父亲 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 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 沉沉实实地顺服 耶和华他的神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会有敬畏的高光时刻 敬前的高光时刻 可是不能够让他只是一个时刻 必须是我们一生的故事 我们的一生必须不断的 不断的更深的敬畏神 在我们失败软弱有危难的时候 依靠他 在我们成功 在我们亨通的时候 努力地抓着他 千万不要在我们强盛的时候跌倒 我们需要更多的谦卑 需要更多的彼此提醒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主我们需要你 我们真的需要你 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我们懂得抓着你 可是在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以为靠着我们自己的手 我们就能强盛 主你怜悯我们 主啊不要叫我们的心偏离你的旨意 主你也帮助我们有个谨慎的心 让我们知道 我们正在留给下一代什么 帮助我们留下的是敬虔的榜样 谦卑事奉的身形 愿主你使恩祝福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